大家好,今天是2024年的4月20号星期六 我们一起来继续聊聊菲律宾的事 我在上初中的时候 我们初中的教导主人姓朱 叫朱认中 这个老师是一个传奇 在我们中学的所有的学生的眼里 或者说大多数的学生眼里 那就是一个传奇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老朱长了真的是非常的吓人 他是那种让人一看就跟风丧坦的感觉 他的管理风格也是非常严厉的 然后但是你要是不就是不犯错误 他又是一个和爱和亲 然后真的是对所有的学生都照顾有加的这么一个老师 说他的严厉能到什么程度呢 真是这样的 就是说他就是我们当时教育楼有六层 他要是在一层缩一下嗓子 整个从一层到六层 这个教室也好 办公室也好 就全变得鸦雀无声了 为什么呢 教室学生害怕的 对吧 直接推门就进 可能是踹门 还不见得是推 踹门就进就抓你 所以他老抓的几个班级是没有门可以推的 基本都改吊桥了 你们就想想这个力度有多大 大家都比较怕的 那办公室呢 为什么也要安静呢 他们得听听 老朱又抓哪个班呢 是吧 是不是抓到我们班了 差不多这意思 他要在六层缩一下嗓子 也是从六层到一层 也是会变得鸦雀无声 办公室也好 这个教室也好 也是鸦雀无声 不仅如此 他要在六层缩一下嗓子 我们学校教学楼上面领空 所有的鸟正飞着的 马上切换成滑箱模式 马上的偷偷的全滑走 连个皮都不敢放 就是有这么大的威力 有这么大的威力 当时呢我们学校呢 这个上课嘛 他有课间十分钟嘛 一般都是打这个上课铃 学生们都去上课去了 但是我们学校呢 搞了一个这个预备铃 就是提前两分钟啊 先打一个铃 这两分钟干嘛呢 就是你马上呢 就得回到这个座位上 准备出下堂课的 这个用的书本 要摆在这个桌子所上角 然后文具的摆出来 然后呢人呢 在这个椅子上坐好啊 让你调整心态 然后坐直手背后啊 反正一系列的规矩吧 然后这个时候 就会有执周生呢 过来检查 如果你没坐到位呢 对吧 或者你没按时 就是打上个铃 你还没做好这些东西 扣分的 扣个人扣这个 半级体的分 那就评不了优秀了 但是呢 怎么说呢 学生吧 对吧 那时候都是小孩 也不可能说自律 或者时间管理那么好 那有的时候 那翻书本翻不出来啊 对吧 这堂课上什么 稀里糊涂的 所以就被扣分啊什么的 也是很常见的事情 但是有的时候呢 真的就是有些职务生吧 就挺刁的啊 挺刁的 就是我们就管它 叫学贼嘛 对吧 就真的就是仗着自己 有点小权力 是尽可能的为难你啊 有的女生呢 就比较软弱 就哭了呀 对吧 有的男生呢 也不惯着 跟你 你周深查 我就对 我认为你找钞 就给你堆着干 对吧 就有一次呢 这个事情打起来了 打起来正好老处在旁边过 后来了解这事件经过之后啊 他不像往常似的啊 就是大家呢 就得出发你 他也不是各大五十大板 说你们活物 然后呢 他就跟我们讲 这个时间管理的这个技术啊 时间管理的这个技巧 和这个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这代人吧 你想他得是四几年的人了吧 那时候 四几年生人啊 就是他们对时间啊 特别的紧张啊 所以他们在管理时间上 可能这个时间意识特别强 所以我们讲这个时间到底是怎么管理 他们说其实学校安排这两分钟 对所有同学来说都是很充分的 他说实际上你们就是说做这课前准备 根本就用不了两分钟 他说给你们两分钟 就是让很多同学啊 有足够的时间啊 去再去做这个准备 他说真正情况下 这件事情十秒钟就够了啊 他说其实两分钟能干很多事 比如说什么呢 比如说你打这个 这个预备令 六楼的同学就可以直接啊 花二十秒三十秒的时间 直接冲到一层的传达室 拿上一张报纸 然后呢再花上二十秒到三十秒的时间 冲到二楼的这个教导处的办公室 轻轻的推开门 把这个拿到传达室的报纸呢 放在这个教导处主任 也就是我老猪的办公桌上 瞧瞧再推出去把门关上 然后呢再花个二十秒到三十秒 你直接就回到六层啊 途中呢你要路过这个厕所 你还可以看看有没有滴水啊 对吧 水动头有没有关好的现象啊 为什么呢 咱们就爱护地球 你顺手跟上关了 那最后你回到座位上呢 其实呢你只能花十秒的时间 到二十秒的时间 把书本准备好了 哎 调整一下气息 就可以上课了 同学们呢 你们一定要 哎 要做好这个时间的管理啊 做好这个时间关系大师 你看见没有 两分钟是足够充裕的 你们完全可以干这么多事情 不仅是说光做一个课前准备 所以呢 以后呢 从靠门的那个 那一排啊 第一个同学开始 每个同学呢 每周呢 哎 送一次报纸啊 送一次报纸 哎 这样你们就可以锻炼出来了 于是呢 反正后来这两年多的初衷吧 我们班呢 就是专门是给这个 哎 给他送报纸了啊 用送了两年多的时间 但是时间上我们 哎 管理的是非常的好 就知道 哎 其实做一件事情呢 一般会给你的非常充分嘛 但是充分的中间呢 你可以做好多的事 哎 比如说 这个今天早上 哎 我去这个外套牢 说吃个早点吧 到那点完早点 一看呢 这个 像是菲律宾的快餐呀 真的 说快吧 也是慢慢悠悠的 哎 你看挺慢的 得了 我正好帮带着一个酱糖的药了 赶紧先出去 干嘛出去买个药吧 就先出去到这个200米外的一个药房 买了点这个格雷奇特这个酱糖药 买了酱糖药呢 琢磨着 你这个菲律宾这麦当劳的速度啊 可能还上不了这菜 干嘛呢 一想刚才花了这个166匹啊 身上呢 也没多少钱了 得了 下去反方向啊 有一个ATM机 取个1000匹吧 取完这钱呢 我一看 感觉这饭还是应该出不来啊 正好我们那麦当劳 卸对面是一个省政府嘛 早上起来 车来抄网的 有一些可能早上过来 做完这个检查的老年人 过马路比较困难 是吧 我呢 就扶着一老太太啊 就是过了三遍马路 来回是六趟 啊 就是过去一趟 回一趟 过一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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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一趟 哎 过完这六趟 觉得不对 可是送回到原点了 不行 还得来一趟啊 七趟啊 就把老太太送走了 老太太挺感动的 说我他妈糟了 我他妈得罪谁了 这是吧 饭呢 已经弄好了 但是摆在这个取餐台 那没人跟你慢慢端 怎么办呢 算了 别跟他们置气是吧 这能理解菲律宾人 这个性格 菲律宾死掉吗 给大家呢 早上早嘛 看看朋友圈 谁起来早 给人先问个早安 对吧 然后不完了以后呢 也没人回复我 可能太早了 五点半六点的时候 哎 还干嘛呢 一看 哎 行啊 还有好多这个 人穿上饭台 必须走了 他们这也不 也不管 客人也不自己收餐盘了 然后那个 服务员呢 慢慢悠悠的干活 得了 我做一次雷锋吧 虽然说菲律宾不需要雷锋 来做一次雷锋 帮他们收拾吧 把东西都收拾完了 我当时收拾那几个 该收拾的东西的服务员 菲律宾服务员 当时开始看日出了 真他妈可以啊 挺好的 挺优秀的 都弄完了以后呢 回去看这餐出来以后 出来没有啊 对吧 有没人给端呀 还没人给端 那没办法了 只能喊一句 还有他妈喘气吗 对吧 有没人给端饭呀 最后呢 在这个好几个菲律宾 这个麦当老夫 有点这个sorry的声音当中 终于要把这个饭交给我了 然后开开心去吃去了 所以你看 在菲律宾有的时候 你想干一件事啊 这个主要的主线剧情 你先做好了 先定下来 事情的结果呢 中间呢 你可以安排好多的事做 对吧 等做好这些事呢 最后呢 你再拿过去拿结果就可以了 一切安排好了 把时间管理好了 是个多幸福的事 是吧 得了 真是跟大家扯在这吧 菲律宾这笑的呀 操真他妈牛逼 得了 知道吗 哦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